现在我们来到物质世界的创造 我们讲完了神创造天使 一部分天使堕落了 现在我们来讲物质的世界 就是人和能见的宇宙 那这里呢 第五章物质世界的创造 A部分是说圣经中 讲到创造的记载 55页 B是上帝用六天创造 这个六天的这个问题 C第三部分 C的部分要到很长 B很长的 对不起没有C B很长就是了 六天的创造 A圣经中关于创造的记载 除了以色列人 西伯来人以外 其他的民族 也有他们一些的记载 讲到物质世界的起源的 也讲到起初的混乱 被改变为宇宙 或者一个能够居宙 或者一个能够居住的世界的 这些的记载 显示与圣经的记载 有相似之处 不过 他们与圣经的不同之处 就更加的突出了 总的来说 这些其他民族的记载 都有二元论和多神论的元素 那二元论的意思就是 宇宙里面有两个最高的真理 最高的势力 甚至最高的神 光明与黑暗 上帝与魔鬼等等 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 不是圣经的宇宙观 多神论就是很明白的了 这些其他的民族的记载 总的来说 都有二元论和多神论的元素 他们认为 现今的世界 是因为在多神 众神明中间 有过很强烈的斗争 所以与圣经中的 这种的简单的 清醒的 谨慎的记载 是差得很远 因此 在我们还没有讨论到 这些的民族的神话之前 我们先要有来一些的 一般性的论说 就是第一点 一般性的论说 第一点 就是A1 圣经中创造的 记载里面的第一小点 圣经怎么看创造大功 就是说圣经从什么观点 来看来讲神的创造大功 非常重要的是 圣经中的创造记载 虽然提到神创造诸天 但是除了神创造天地 那个天以外 就没有再注意神创造灵界了 圣经中 就是创造计第一第二章 所关注的是物质世界 而圣经讲到神创造这个物质世界 主要是一个让人居住的居所 和人的活动的一个平台 圣经 就是创造第二章 所处理的不是那些不能见的灵体 乃是能见的事物 因为这些事物是人的五官可以观察的 因此呢 这些呢 不单单在神学会被讨论 在其他的科学和哲学也会讨论的 不过 哲学是从理性之光 去尝试了解万物的起源和本质 神学却不一样 神学的意思是正统的和合乎圣经的神学 纯正的信仰的神学的起点是上帝 正统的神学是愿意由上帝的特殊启示 也就是圣经来引导他的 就是神学 愿意以圣经来引导他去理解神的创造大功 因此宇宙的一切的事物都与神有关 意思就是说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 讲到神的创造的这个记载呢 恰恰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的开始 创世纪的一章 讲神创造 所以神的创造就是神的自我启示 整本圣经的开始点 让我们看到 宇宙的万物 包括人最基本的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上帝造的 圣经所强调的是 人原来的位置 好叫 好叫历代的人 之后历代的人 都能够正确去了解 整本的圣经 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启示 再来一次 圣经启示神如何创造人 好叫我们能够明白 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 整本圣经 讲到关于神的救赎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明白创造 才明白救赎的 我们不能一跳跳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 我们要从创世 创世纪第一章开始 去明白神救赎罪人的福音 不然的话 我们的理解必然会片断 这个是我们福音派的一个软弱 刚好是自由派的 走过头的一点 他们喜欢讲创造 但是救赎方面又扭去了 我们保守的一般是讲 救赎很多 创造很少 偶尔在主人崇拜 第一首唱唱 这是天父世界 你真伟大第一节 那就很少再认真的去看 神起初创造人的地位 因为你看清楚这个地位 才能够看清楚罪是什么 才看清楚得救是什么 还有看清楚圣洁是什么 我们继续讲下去 虽然圣经的记载 就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 没有说要给我们一个 哲学上的完整的宇宙论 或者宇宙观 但是呢 是已经提供足够的元素 让我们建构一个正确的宇宙观 圣经不是一本哲学的书 但是呢 圣经所讲的一切 都能够让我们 假如我们顺服圣经的话 都能够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哲学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但是圣经所讲的科学都要认真的领受 圣经所讲的肯定不会被科学推翻 再来一次 圣经不是一本哲学的教科书 但是圣经所讲的要批判哲学 要带领哲学 要带领人怎么正确的建立哲学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 但是圣经所讲的 关于科学关于考古 都是正确的 不但正确 是一些证据而已 而且要指导人 怎么样建立科学的理论 不要以为科学是中性的中立的 它自己有一大套的规则 我们不论是从西方 或者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受到科学的训练之后呢 有一大堆的前提在我们脑袋里面 圣经都要批判 都要改造的 好 第二小点 圣经的创造记载的起源 这里不是在讲上帝创造宇宙 宇宙的起源 这里是在讲创世纪第一第二章 是从哪里来的 过去大概两百三百年 学者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圣经的创造记载的起源 特别是因为考古学 发现了巴比伦的创造故事 我们就直接了当说 巴比伦的创造神话 好了 我们所认识到这个故事呢 是在巴比伦城那里 出现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几个神明出生 其中的Marduk M-A-R-D-U-K 是诸神的最高神 唯有他有足够的能力 第五十四页 唯有他有足够的能力 圣败那个原始的龙 Tiamat T-I-A-M-A-T 打败了这条龙 因此呢 Marduk就成为世界的创造者 他就是人们所敬拜的 那这个巴比伦的故事 和圣经 创世纪的创造记载 有一些的相似处的 两者都提到 原来的起初的混乱 都提到下面的水 和上面的天 或者穷仓的分开 创世纪讲到七天 巴比伦的记载 是安排在七个石板上的 写在七块石板上的 两者都把天 与第四段的创造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 创世纪是讲到第四天 神造六月星等等 巴比伦把天的创造 放在第四块石板 而人的被造是在第六段 其实伯格福说 这些的相似处是非常不重要的 它们不同之处就远远更重要了 希伯来文的次序 就是创世纪的次序 与巴比伦的记载 有很多方面不同 与圣经所不同的 巴比伦的神话 是神话 巴比伦记载是神话性的 myth 神话 也是多神论的 也是神话性的 是多神论的 巴比伦的诸神 并不是很崇高的 他们会有他们的计谋 阴谋彼此斗争 Marduk这个最高的神 是因为经过长期的征战 才成功 这样子令他筋疲力尽 来胜过邪恶的势力 最后使混乱成为秩序 相反的 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一个 最崇高的一神论 上帝是用他的 简单的讲话的大能 呼出宇宙和宇宙万物出来的 我们今天会这样说 神说话宇宙就被造了 当考古学发现 巴比伦的记载的时候 很多的学者很快就假设 圣经的记载是来自巴比伦 神话这个来源 他们忘记 至少还有两个可能 第一 就是巴比伦的故事呢 是创世纪的记载的一个扭曲 或者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版本 扭曲的版本 或者第二个可能性 两者都来自一个更原始的 共同的来源 不论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都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就是创世纪的 或者是巴比伦的记载 是从哪里来的 最早的不论是口传的 或者书写的原本 是怎么来的呢 有人认为 这个就是当人去反省 去思考万物的起源的时候 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就是有这些的记载咯 但是这种的解释 是非常不可能的 有三个原因 第一 创造这个概念 是人不可能理解 或者是人不能穷就的 第二 科学和哲学 这里主要是讲西方的科学与哲学 都反对从无创造这观念的 第三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 唯独借着信心 我们才能够明白 诸世界是由上帝的话 被造的 我们来读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我们因则信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神的话不是神话 刚好跟巴比伦那是相反的 他们是用神话来讲 我们是神的话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创造这个记载 是由神启示给摩西 或者更早启示给 亚伯拉尼萨雅各这些的先祖的 假如神的启示是比摩西更早的话呢 那就是透过口传或者逼传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可能最早的原本的那个 纯真的一部分失去了 最后呢 由圣灵的带领 再次的构成一个 纯真的一个形式 在创世纪中 就是说假如神仙 或者更早的告诉塞特 或者是挪亚 或者是挪亚的儿子 或者是亚伯拉尼萨雅各的话呢 口传肯定会传错一点嘛 但是有圣灵的末世 摩西写下来的 是正确的 是纯的 那这个是我们正统的 的 纯正信仰的看法 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 创世纪是神的 话语 所以怀疑神的话 就等于怀疑神自己 侵蚀神的话 就是侵蚀神自己 假如我们不相信上帝 创造宇宙 创造亚当 而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第二亚当 末后亚当 难道耶稣也是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吗 我们知道不是的 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有 犹太人的史学家 约瑟夫 还有罗马帝国的一些记载 至少拿撒纳的耶稣 非信徒都知道是存在的 那圣经说耶稣是第二亚当 那亚当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吗 伯格夫写系统神学是在 19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 当时任何福音派的 也就是说改革宗的 威斯里派阿米念的 或者是时代论的弟兄会的 都同意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是相信圣经说 神创造天地 神创造人的 唯有这些的自由派 我们称他们 那圣经学者称他们说 高等批判 那高等跟低等 怎么分了呢 高等是指圣经的背景 低等是指圣经文字里面的 一些的研究 唯有这些自由派的 高等批判的学者 才会怀疑 神是不是真的创造天地 怀疑创世纪第一第二章 是否记载事实 而去把巴比伦呢 或者其他的民族的神话 拿过来说 你看 我们圣经呢 很差劲嘛 人家老早就有 巴比伦的记载咯 我们大概是超别人的啦 至少人家比我们老啊 那还有 既然圣经是在古静东 这个文化写下来的 那肯定就用了 那个文化的一些的因素咯 那这个是 大概一百年前 或者更早一点呢 用美国的教会来算的话 大概是一八七零年代 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 自由派就从欧洲 传到美国了 那在欧洲 特别是德国呢 就更早 因为底本说一些的 讲旧约都不是摩西写的 这些东西 摩西武经都不是摩西写的 这类的底本说呢 一七七零到一八零零就已经兴起了 所以德国从一八零零开始 教会就开始衰弱 今天假如你去欧洲去旅行的话 你看到大大的教堂 基督教的 不要听主教跟我们说 基督教的教堂呢 里面空的 一千个位置 主日三十个老太太老先生 那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两百年了 在欧洲 美国呢 比较晚一点 因为出产这些新派的理论的 主要是德国 那德国这些的高等批判理论 传到美国 主要是一八七零 所以一直到了一九 一零 一九二零 那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战后就更加的兴旺了 就是这些新派的理论了 那请注意 一九一零年 或者说 我算一算 一九二二年好了 一九二二年呢 中国的西教士 西方的宣教士是最多的 八千名 到了一九二二到二七年 共产主义 对不起 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四月份 发起了飞机运动 飞基督教运动 一直到北伐 清党 清党呢 中国不是用清党这两个字的 台湾是说融共到清党 这个共产党是说国共合作 或者第一次 第一次什么 United Front 联合阵线 然后失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 在段时期中国资论者反对基督教之后 八千名就跌到三千名 宣教士 所以在一九二二之前呢 西方欧美 特别美国去中国的宣教士 是非常热烈的 但是与此同时 在宣教运动兴起之同时 美国的神学院 在信仰上正在腐烂 就是说因为1870 1880就开始有 高等批判 自由派神学 进化论这些东西 进到美国的神学院了 所以一方面青年人 奉献 愿意去中国 非洲 印度等等 传福音 宣教士八千名 到了中国 但是他们 自己的国家的神学院 当然有例外了 很少的例外 国家的神学院 正在大量的推荐 这些的高等批判 所以到了1925年 时代论的大拉斯神学院 成立了 1929年改革中的 威敏斯特神学院 也成立了 是在这些自由派 兴旺的时代 成立的 1929年 我的母校威敏斯特 成立了 在2000年代 就是过去的十年 或者更早一点 从我读书的时候 我读的时候 1971到75年 道学说书的年代 从1970年中 一直到2010年 这段 这35年了 首先有我的 谢布莱文的老师 Raymond Dillard 他是一起写那本 《二十一世纪》 《诸业导论》的 然后他的学生 我的学弟 Longman Trenper Longman III 也是写那本 红色的《二十一世纪》 《诸业导论》 第二个作者 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 开始 开了一扇门 就是旧业不光光是历史咯 也是文学咯 他里面有这些话的 过去我们太过强调 旧业的历史性 现在要强烈一下 旧业的文学性 从Longman 就发展到Peter Enns E-N-N-S Peter Enns的书 目前至少有一位 中国在Westminster的女学生 在翻译成中文 所以很快 中国的教委 就会尝到这位 极度自由派的 后来被学校请走路的 Peter Enns E-N-N-S 的书 中文版本 未来几年 今年是2011年 可能2010年代就会尝到了 Peter Enns的说法就是说 你看 旧约圣经是用 古近东的文化形式写的 也就是说用神话的形式写的 而且巴比伦的 Gilgamesh等等的神话 比旧约更早 所以Peter Enns说 从什么意义上来说 旧约是神的启示呢 这种问题是很危险的 没有答案的 问了没有答 这些都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新派的老师讲的话 竟然在Westminster神学院的 旧约系的老师这样讲 目前透过新加坡 很多的拿到硕士学位的 已经回到中国大陆各省 在传播Peter Enns的教导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巴比伦的神话 是神话 创设计是神的话 不是只是在重复1920年代 30年代伯格夫一些成就的话 2010年代的中国教会 正在再次地尝到这些高等批判 旧的理论 新的版本 年轻的 年轻的 家庭教会的传达人 正在传播 所以教会要警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